继续看到台湾油品问题 立法院昨天挑灯业战 初审通过施安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未来只要是上市上规公司 还有卫福部公告的大型食品业者 都得设置实验室自主检验 从地沟油到饲料油 墙灌到顶星 卫炮弹一个接一个 为了解决国内实案问题 相关单位打算参照国内大厂 一枚的溯源管理标准 要求各业者建立自主管理实验室 一个规模以上的食品业者 必须设有实验室 那对于他所有的产品 颜料半成品都必须做自主管理 对于实案风暴 政府处置总是慢半拍 导致民运沸腾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 本周变更一程审查实案法 总算有了一点共识 有了实验室 这些大老板就不可以推脱 所以我也是受害者 那包括说 这个负责厂商以外 一定要标示制造厂商 所以我们相信说 如果说我们这个实验室要设 基本上呢 我们希望要一定的规模 从重罚到原料源头管理 是不是建立实验室就能确保不会出包 国内实验大厂的统一 则表示检测实验室早已经成立 对于修法通过表示乐观其成 所以面对实验的问题 我想我们都是正正经经的 新共同图的一个实验大楼 大概要投入 大概有10亿元台币的一个资金 国内实验风暴牵动民众信任 政府出众手进行直选 希望透过业者的自主管理建立防火墙 避免又有下一个未报单 新台的电视胡宗汉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